蔡英文博士论文的实质审查,现在是014,讲014之前呢,我们先回顾一下013,013的重大发现就是蔡英文在民国75年12月发表在政大法学评论的文章,完全是逐字翻译他博士论文的202页到247页,最明显的地方就是那个注脚,注脚131个注脚,完全相同。 那当然会引发我去看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notes,就是1978了,那我因为我过去三年的研究都是这种,就是关于财经论文方面那个错误资讯的传递轨迹,那我发现之后我发表,然后也通知那个期刊,也通知国家图书馆,你要定证这些错误,定证这些错误呢,我就是拿出SSCI的例子,那个SSCI对于那个论文的错误, 他都有定证,像另外一家那个SVR的Scopers,他就没有定证,那我是我发表过一篇文章,我就讲这个SSCI有定证,Scopers没有定证,当然SSCI大家奉为那个,怎么讲,崇拜嘛,这样这样子,国家图书馆也合理化的要做定证,所以我是从,我是基于这个动机呢,然后开始,我也很怕调查局又来调查, 我把他搞了什么东西,我最近也会很怕,又搞说我是,因为网民已经攻击我,说我是那个台奸,是舔工,那我也怕调查局,国安单位有没有,那搞我甚至,我也最近也,我最近也,明天我也要去,那个怕我的存折有没有,被汇钱,汇钱之后,然后那个有心人士就栽赃我,说我是舔工, 好,等等,好,那接下来我们这一单元要讲的,就是那个蔡英文的另外一篇,那个论文,这是那个,那个31,就更早1985年的博士论文,那这篇文章也是逐字翻译,逐字翻译那个,不是part2啦,因为是part,就是那个他的那个part1的第二章,跟part1的第二章,part1的第二章,我记下来,就是 就是part1的那个第二章,还有那个part2的第一章,不过蔡英文那个,这个是type啦,打字打错啦,那个part1的第二章,他把它打字打成是那个part2的第二章,结果没part2的第二章,接下来就又变成是part2的第一章,其实也是看他的论文也蛮累的,为什么,因为那个里面就是那个一些笔,不是笔物啦,那编排还蛮乱的啦, 那我现在就是来证明,来逐字对照,对照他那个,就是政大法学评论,那个第31期,有没有,那个提名是国家之经济干预与国家贸易法,当然这个,因为这篇,这个名称就是国家之经济干预与国际贸易法,总共发表三篇,三篇,在31期,32期,33期,31,32,33, 那我最早,我是先看34嘛,那前面三篇的话,题目都一模一样,有没有看到这个上、中、下,你可以预见了啦,这三篇文章全部都是,已经可以这样预测了,三篇文章都是没有新意,就是把它那个声称的博士论文,三年前的博士论文,那一个字一个字,这样的翻译成中文而已, 而且翻译的话是蛮有点不负责任的地方,就是已经经过了三年,大家都知道国际贸易竞争很激烈,那个百家争民,这三年的时间呢,你没有增加任何一篇文献,你没有增加任何一个事件的描述,那只是把你声称那个原本消失的博士论文,当我怀疑,当然有现在也可能被人家指控说,你是已经,有没有发表了在政大评论,然后呢,再去把它翻译, 翻译成英文,当然你现在也没时间,也有可能是这,会被人家可能这种指控,那所以我是觉得说,到现在开始我越来越站在那个蓝营那边,有没有指控,或者政经,然后我也最近也开始开始看政经,好像政经官不了嘛,一直好像抨击那个蔡英文博士论文,我是觉得政经官不了的论点,不是没有根据的,不是绝对不是无稽之谈,我谁觉得现在接下来蔡英文更有, 应该更有那个义务,要把你的那个博士论文的那个正版,还有就是你那个当初口试的到底是哪些人,名字要写出来,或者你提供一下你的政经,大概伦敦政经学院念书的相片,书社等等,我是觉得,我开始在怀疑你,开始讲别人是怀疑说,你是把那个政大评论的文章翻译成英文, 最近翻译成英文,然后拿出来了,已经,我是觉得已经有这种嫌疑了,好了,那可是那不管怎样,我现在还是一样,先讲证据,就是关于那个,就是1983年的文章被翻译到那个1985-86, 来,这个就是政大法学评论,首先来我们看一下那个政大法学评论,那个31期的文章,它的页数是39-65, 对不起,我还是要先回顾一下那个,我刚刚,我今天这篇是讲31,32,32我没看,那前面我在上一集是讲那个34嘛,34,那34的话呢,就是那个,我讲说那个,你博士论文,你声称的博士论文的第八词的注解,有没有,这个no词,然后被弄,被那个拷贝到那个台湾来,台湾来,被我指证了, 你应该要引台湾人的那种学术,学术的坚持性为,好,好,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那个31期的文章,它的页是从那个39,39到65,39到65,39的话当然就是抬头嘛,然后接下来就是40,因为我主要还是先比照那个页嘛,那至于说实质内容呢,我当然会去看,这是学术的本质,可是我现在先看一下,就是你这种, 有点,就是有点争议投机的行为啦,就是说文章了无心意,在了无心意,就是没有新,没有新内容的情况之下,把它翻译成中文后,然后就发表在政大法学评论,而且那把错误的内容也翻译,你也没有好好的看哈。 那首先看一下哈,那个39页,39页的第二,39页是台语,那个首页嘛,接下来就是40页,41页,那我们看一下40页的注脚哈,第一个是Lucado,David Ricardo哈,那David Ricardo当然完全一样啦,哈,就是David Ricardo,就是Lucado是古典学败嘛,哈,David Ricardo这个是,呃,他的文章,他的这本书,其实我都有念过哈, 我以前在政大念书的时候哈,我在政大应数所的时候念书,后来我又改念那个财经,有没有,像那个亚当史密哈,David Ricardo的书哈,马尔萨斯的书,我是没看完,其实这些原点我全部都拿来哈,就是翻过去了哈,啊,我的英文,我是觉得还可以,我还没,完全没有准备TOEIC, 我一去考就可以考880,是因为我已经很习惯的,就是什么东西都要看原点,因为我知道研究生写的东西都是会偷懒,就是抄别人写的东西啊,抄过来抄过来,原点都不看,所以我我从,我从大学开始就很有这种概念,就是什么东西你都是要看原点,把原点拿出来看,好了,我们这边看一下哈,这个David Ricardo哈,那个李家图是,好,然后这第二个呢,又是奥林哈,奥林的话是现代的经济学家啦,他有欧林, 他有得,也是国际贸易,他有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家啦哈,那接下来就是这个Johnson哈,那个第三篇有没有,Johnson哈,啊第四篇呢,就是干嘛,因为那个英文太多了哈,所以你有翻译,把它翻译成中文,啊,一样就是,也是一样哈,譬如说当然最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,哦,就是评论啦哈,就是譬如说这个the turn of trade哈,and exploitation哈,the turn of trade,当然就是那个, 贸易条件有没有,看一下就是什么东西,我看一下,就是贸易条件,呃,这几个名字,大家看一下贸易的条件,还有就是exploitation哈,就是exploitation应该是剥削吧哈,就是经济权利的剥削哈,你看就是这样,又是,来,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,下一个呢,就是五六七八哈,来看一下这五六七八,也是一样啊,五哈,六哈,七呢, 哦,哎,七很简单,就IBID,IBID就是同上的意思啊,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,下一页的话就是前面已经看过了,然后三九是抬头不看,然后四十四一,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四二哈,四十二页哈,跟四十三页哈,我们先观察那个这边哈,四十三页,我们先观察你的那个博士论文哈,来,这个Coden哈,这个这是八哈, 然后那个九哈,九哈,然后十哈,啊,我跟你讲哈,我这边编写是001002,003,013,我就准备有没有,要发表999,我每天会发表一天,然后针对你的博士论文哈,那原因为什么,第一个是你是总统,第二个呢,你有先见之明,你太伟大了,你就是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啊,我,我除了YouTube马上公布之外, 我要很仔细的检查,检查,但我也要投稿,我要投稿到政大法学评论,更要投稿到LSE,给他一些质疑,还有投稿到英国,但我还是想办法要有创建啦,虽然我已经五十四岁了,我还是要努力,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,我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世界和平,让全世界经济更有效率,然后鼓励学术批判,大家都不要争议,然后每个人都, 像尤其是跟伊朗,譬如说美国跟伊朗有冲突,这个有一个见解,伊朗人非常重视学术,他们很在乎学术,既然这样子我们就把,有没有,美国跟伊朗应该要从学术开始变成一个沟通的平台,像伊朗的那个什么数学,也蛮重视的,跟台湾一样重视,我们实际上学术,那个什么政治意识形态会在那边争端,可是学术的真理不会争端, 那我全世界就应该要从学术真理开始,这个共同的平台,里面慢慢的就去累积知识,越来越多的知识是成共识的时候,就是大家共有的那个文明资产,共有的知识库,只要共有的地方,达成共识的地方越多,上面有没有,分歧就会越来越小,世界的争端就会越来越少,可惜现在台湾的那个法务部,无所不用其极的,想要置我于死地, 包含那个调查局,万家坡这些人,当然它背后一定是新潮流这些人,当然还有地检署现在也加入了,那地检署怎么打压我,我讲,因为我被网民攻击,说要把我砍断手脚,结果那地检署,台北地检署说这个是什么,言论自由,那我现在是把公文给大家看。好,继续看,那下一页的话我就不需要,我就直接成了,就是像那个Dental,这个有没有,食物, 十六、十七,这一样,这Betterwind,有没有,这个是,就这边,一样蔡英文就是一个一个的,有没有,那个,所以难怪这个政府这么糟糕,这台湾的新潮流非常可恶,在新政院里面有没有,从张力奥万间开始,他们就是,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的,想要利用那个学术舞弊,尤其是对许建隆,似乎是要利用透过学术舞弊来毁灭台湾,好,所以, 我怀疑,我相信蔡英文我跟她谈过话,在正道,我觉得她人还蛮真实的,可是我觉得说你可能就是为了要掩护跟躲避自己的那种学术不端,然后所以呢,你就是干嘛,包庇跟鼓励,学术舞弊,然后这样你才能够受到保护,因为有人比我更烂,烂就说我是烂六十分,我是烂六十分贝, 我要想办法让这个外面的世界烂到有没有,三百分贝,这样我就会受到保护,我怀疑你有这种心态,所以我只好把你的博士论文,还有把你的期刊论文全部都拿来看了,好,这个下来就是蔡英文博士论文,3242526,就这一样,就是有没有,大家看一下这个,那个Denton,然后那个Bedwin,然后这个是那个Green,这是哪一个,就这一个,然后这个接下来就是又长又长的翻译, 这个就是下来,这个,这个26,然后接下来就Mondell,Mondell我讲说这个,这个也是一样,就有点怠惰,因为Mondell是Rober Mondell,那你没有弄,所以那个什么东西,我讲一下Rober,那我的名字呢,我也取Rober,为什么?因为Rober Lucas,Rober Mondell,Rober,我跟你讲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,名字叫,哪一个名字最多?Rober,好, 你自己去查就知道,Rober Lucas,Rober Merton,比如说财经界的那个首席,我觉得是财经界的,有没有,我讲,未来一百年还是一样,他是第一名,那个人叫做什么名字?MIT的Rober Merton,然后那个总体经济学很有名的就是Rober Lucas,还有这一个那个Mondell,Rober Mondell,我是觉得说你要搞学术,你要有种学术的热忱跟狂热,可是现在台湾很多人就是干嘛,他就是想要夺 博取那种名为,然后呢,就是舞弊,舞弊非常非常严重,那这些舞弊的人现在就全部就是集合起来,然后再加上你们新潮流这边,人扎新潮流,你们这些人就联合起来,在那边搞学术舞弊,然后再打击我,我跟你讲,我跟你们这些,给我干,新潮流,你们这些人太恶劣了,你们这些毁灭台湾,以什么台湾名,什么之名, 但我怀疑背后还有无中意,然后就是北大财经班了,然后我们继续看他的下一页,接下来呢,蔡英文的这篇论文是这一篇所谓的论文,就是发表了政大法学行论,是两个chapter,所以接下来下一个那个Final就跳到这边来,然后这part 2的chapter 1,那个第一个有没有,这一个呢,他有没有call, 这当然没有call,因为call的话就露出马脚了,所以我的论文是翻译前面的,所以这边就是从2开始,2这个是那个两个印度学者谈那个国际贸易的效率问题,台湾你看人家在1963年的时候就有能力,印度不要看他落后,可是他学术还很强,在1963年的时候就有能力,就是刊登在JPE,台湾有能力看在JPE的是谁,除了朱敬一之外, 另外一个好像是陈…陈思宽的爸爸,叫陈…陈什么我忘了,就有看,好像啦,我忘了,可是朱敬一我是很确定啦。好,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,所以它是两个地方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持续,就是我这边有讲的,那蔡英文博士论文的chapter 1,被翻译至那个这篇1985年论文的第47页之后。所以他继续的呢,就是说, 比如说这个注脚一样,就是譬如说这个Johnson,Johnson,然后接下来这个Barcelor,Barcelor是蔡英文的指导,那个在Cornel的指导老师。那接下来,这个就是像这个Cnote的话,他就是有写,就是至少蔡英文有谨慎的地方,就是他没有,有没有忘记翻,把他那个编号给他update到他这边是那个28号,这边是至少有 有谨慎啦。不过我怀疑这也是叫助理做的啦。因为蔡英文的经费非常多,她在政大任教的时候,因为她爸爸的关系跟国民党很好。那当然我也认识她的学生啦。她的学生就是说,她的政大国贸系的学生,那时候当时就是20年前有跟我说话,当蔡英文学生的好处就是干嘛,助理经费很多。所以蛮多人想要当他。你这些助理在干什么事情,我怀疑就是在帮你,把你的 把你的英文,当然也有可能是你这篇所谓的博士论文,真的事前有写好了。当然也是玩稿嘛,可能是草稿啦。草稿这样后来就是叫你的助理。我不相信你自己翻译啦,你一定是叫你的助理翻译吧,因为你钱多啦。 好,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,她这边的那个注解,就是那个注解,就是她文章有没有,就是这边,就是她那个99192嘛,99192是分诺嘛,也是一样直接被翻译过,就是直接被那个贴过来,像这个巴色罗哈,巴色罗哈。 然后第二个呢,就是Badwin,Badwin,Badwin,有没有,来看一下这个Badwin翻译过来。然后这个第十呢,就是人Condition is that,此一条件,也是翻译过来。 十一呢,他就是有翻译,有翻译过来。然后这个是哪边呢?已经,我们已经讲到四十九页了。我先注解全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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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。 。